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他的教育當然我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而他的教育的推廣在文件裡 涉及到很多的學生、香港的公務員等等 我覺得基本法其實他的管轄範圍也更加寬一些 包括香港的特區政府、中聯辦等等其他所有的機構 其實都應該是受到基本法的約束的 就著王志民主任昨天所說的中環和西環 是走埋,而且是越做越多 這個說法的確令到很多市民都覺得是很特別的 還有很多的懷疑和很擔憂的一個情況 因為其實基本法裡頭就著中聯辦其實沒有任何具體規定 中聯辦相反來說就是外交部等等的理由 但是中聯辦最主要是由國務院在1999年的時候 改造新華社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辦理特定工作的機構 中聯辦的自己本身網頁有列明到自己本身的職權範圍 這些職能其實最主要是聯絡 聯絡就是跟昨天所說的那種所謂的行埋 令到大家有一種懷疑是否在講共管呢 這裏之間有一個相差很遠的 當然我想那個說法本身是一個很含糊的說法 王志民主任最好能夠說清楚給我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麽 在這個時候我不知道局長可不可以就著特區政府和中聯辦各自的職能 以及我們所說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概念 是不是管治香港的工作仍然由特區政府本身去承擔 而中聯辦的角色又是怎樣呢 可不可以有一個這樣清楚的說明呢 請你簡短點答 主席 正如剛才我所說的中央人民政府派駐在香港的聯絡機構 中聯辦 他自己本身也是按照中央政府所給予他的角色和職能 來他的工作 他在網頁上也有他的職權範圍 以及根據基本法當然是遵守香港特區的法律 在職能上面來說當然是包括聯繫社會各界 這個也是在我們很多文化、科技、專業等等都有 所以在管治香港的責任上面 毋庸置疑一定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工作 對 中文字幕——YK